嗨,大家好 我想说今天这个不是vlog 是因为最近我还没进组 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多 就在疯狂的看电影 昨天我看到一部非常让我感动的电影 今天我想把它分享给大家 它是一部日本电影 它的名字叫做《如父如子》 是导演《智之愈合》在2013年的一部作品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本乡村家庭 和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中产阶级家庭 因为一次医疗事故导致抱错孩子 直到六年之后才发现 然后电影里面的主人公 要在亲身和非血缘关系上做抉择的一个故事 可能听了我的描述之后 大家会觉得这部电影很传统 就是因为一次患子而引发的 激烈的戏剧冲突的一个可能 有点狗血的故事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部电影并不是 这剧情那我就先不剧透了 我在这里呢 要非常大大的夸赞导演《智之愈合》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他 他在这部电影生活和细节上面的把控 做到了非常多的有理有据 以至于观看电影的时候 我会跟着进入角色 我也会做相同的选择题 我会说要在血缘和时间上去选择 反正呢 这是一部至少让我看了之后 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然后非常激动 同时又非常纠结和矛盾的一部电影 我想把它推荐给大家 也希望能够感动到你 你也能跟我一起来做这道选择题 好了 以后如果有什么好电影 我也希望用这种 录视频的方式分享给大家 下次再见